卷毛出本次来聊7月17号日本职棒 广岛做客对阵横冰 本场广岛先发投手为床田宽数 赛季7胜二败防御率1.94 送出12个三阵有17个失坏 上一场对阵巨人头5局则是3分 而横冰派出的先发投手为爆额 本季6胜二败防御率3.67 送出81个三阵有20个失坏 上一场对阵半身头7点一局则是4分 床田宽数本赛季表现十分理想 除了上一场则是3分外 连胜的四场头31局仅4分4分 其中对阵C5更是9局完封对手 而爆额上一场送出的三阵较少 加上掉了4分导致横冰最后惨败 但是在季整体的投手丘表现还是稳定 本场两个强投对决的面子之争 卷毛出看好继续小笔分拿下 我是卷毛出 觉得不错请按赞加关注 其他一个是球类运动的朋友 欢迎入聊球群一起讨论 我们下集见